十月四號 禮拜五 在抖六棒球場進行的比賽 是義大犀牛對上兄弟相對的賽事 前面五局打完 比數是三比零 義大在單數局 一局 三局跟五局 分別攻下了一分 那其中當然靠的就是 今天在中心打者部分 特別第三棒的胡青龍 還有第四棒的高國輝 有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所以在目前前面五局打完 是三比零 三分的領先 反倒是兄弟相對在前面五局打完 受制於楊建福的壓制 僅僅是只敲出了一支的安打 沒有攻下任何的分數 現在是一個中場整體場地的一個時間 請鍾教練來分析一下 前面兩支球隊五局的表現 是的 那前面五局的話 當然相對的打擊是受制於 楊建福的精采的投球 那嚴格說的話 阿福就是四壞球投得稍微多了一點 其實他的用球數也來接近八十球 那也是一個儀優 因為必須用到牛房的戰力的話 會是一個變數 那反觀一大的一個空擊的話 就是中心打者三四兩棒的表現 非常的好 各有三次的打擊 加起來六次的話 有五支的安打 中間包括了三支的二連安打 光是高國輝就是有兩分的打點的一個進場 那胡金龍也有一分打點的一個進場 所以兩位都是從二軍這個商兵休息之後 回到打線當中來表現相當的穩定 還有包括最近的林育全的一個也是做一些身體的一個調整 昨天也表現得不錯 所以休息為了走長遠的路 那眼看著這打擊排行榜 前三名的達者慢慢地回到打線當中 對一大犀牛隊的攻擊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剩下的四局裡面呢 我個人認為變數在於相對的打線能不能夠醒過來 第二個就是當一大換投手的時候 換出來的投手能不能夠繼續的壓制 是一個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在一大方面的話 在前面幾局裡面 守名打者都能夠上輪 但是戰術的執行的成功率呢只有一半 一次可以說是兩次的短打的推進 在第一局還有第二局都成功 但後面的三局呢都沒有辦法推進的情況下 少得了還蠻多的分數